美国总统最长任期为8年 不论拜登还是特朗普在11月大选中取胜 这都将是最后一个任期 然而特朗普在考虑第三任期 可能性详细情况我们来看 美国之音熟悉内视事务记者赫尔曼带来的报道 特朗普正在为第二个任期进行竞选活动 他上个月询问美国最大的枪支游说团体 他是否能获得第三个任期 参考的是服务了四个任期的总统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他于1945年在任期间去世 罗斯福在任16年 差不多16年他做了四任 我不知道我们会被考虑做三任还是两任 你们说呢 罗尼你觉得呢 国会于1947年批准了宪法第22修正案 将总统任期限制为两个四年任期 1951年这个修正案获得当时48个州中必须的36个州批准后成为法律 该修正案确实将长期以来不得竞选超过两届的政治规范写入了法律 普拉文·费尔南德斯是宪法问责中心的副主席 他解释说两个任期的传统可以追溯到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 他无视了人们多次要他竞选第三任期的请求 自第22修正案以来 有六位总统服务了两个完整任期 最近一位是巴拉克·奥巴马 作为总统拜登的著名支持者 演员罗伯特·德尼罗给特朗普贴上了想当终身总统的暴君的标签 特朗普在本次大选周期里发表这样的声明的同时 他面临着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的刑事指控 宪法律师费尔南德斯认为 那可能预示着他未来的意图 特朗普最近关于第三个任期的评论 这当然与明确的宪法条文背道而驰 这是另一个需要担心的原因 因为他并不觉得他受到我们法律明确条文的限制 如果特朗普想要合法谋求第三个任期 就必须要废除第22修正案 那需要获得国会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投票 然后有50个州中至少38个州批准 或者34个州可以要求召开一个制宪会议 他们在会上批准的任何行动都必须再获得38个州的批准 美国历史上只有一次宪法修正案被废除 那是1933年获得批准的第21修正案 取消了不受欢迎且经常被违反的第18修正案 那个修正案于1919年禁止了酒精饮料 美国知音赫尔曼,华盛顿报道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TV X10 sekarang